医疗平板 医疗推车 看准物联网及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 韩译科技董事长在25年前就嗅到了商机 我觉得对于创业的人 我觉得就是去享受你创业者那份激情 那个激情是创业者最后会变成你的DNA理念 就你一定要不断地告诉自己 你创业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断地问自己你创业的一本初衷 你的初衷是什么 万事起头难 所有的创业初期都不太轻松 从五人的小公司开始 发展至今事业版图横跨欧洲 亚洲 以及美国 但这一切绝对值得 你拿到第一部大订单的时候 或者第一个订单的时候 其实是很开心的 因为至少那是个好的鼓励 让自己觉得说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 那一年当中大概365天 我大概每天晚上 大概我的晚餐大概是都在10点之后才吃 大数据 大数据 没有运用都不算数 盘移规划在客户的客制化产品中 大数据必须经过分析 而能够为人所用 为这个工业所用 或者为这个企业所用 那个大数据才能有价值 你我常搭乘的计程车 收费表摇升一遍 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 那我们结合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手机的概念 就是原来计程车上面 已经有这个计程车的收费表 那我们利用在这一两年前 这个要把这个计程车表 换掉那个机会 我们给它一个价值 把手机的功能放进去 智慧联网技术 协助逢甲商圈 建置零售结账系统 数位看板广告推播等 包括在物联网 叫做IOB这一块 就是这个车联网 叫IOB这一块 那也有这个零售 智慧零售这一块 第三就是做医疗这一块 第四就是传统自动化这一块 这四个是我们在未来这三五年 积极想做的 而且努力投入的这个领域 把台湾的竞争力 或者台湾在产业这方面的价值 在物联网这个地方的价值 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厂商